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 我先请大家看一些小东西 您看 这个盒子里这是蚕宝宝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金环玛鹿 这是一种蟑螂 叫杜比亚 这个呢 这是蟋蟀 这还一个小螃蟹 还挺厉害 而所有这些呀 它们都属于节肢动物门 大家都知道 这个节肢动物门 是动物界中最大的一门 有120多万个种类 前不久在四川的青城山 就有一个村民 被一种类似铜钱的小东西 遮了一下 身中其毒 那么青城山的动物 数不胜数 到底哪一个才是 袭击了村民的凶手呢 独江艳势西南十千米处 有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大山 那里里木清脆 群风环绕 壮弱成锅 因而得名 青城山 作为道教名山 四川青城山一带 自古就流传着 众多奇闻异事和神话传说 比如 民间故事白蛇传当中的 白蛇和青蛇 就是在青城山 折服千年的奇蛇 美丽的传说 也给青城山 笼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不久前的一天 生活在山脚下的农民老刘 来到青城山下的油菜花田里干活 正当他弯下身子 全神贯注翻动泥土时 意外突然发生 不知是什么东西 突然狠狠地遮了他一下 前两个月的事 好像是不知一个什么东西 在我这里聊了一下 又红又重 心里也逃避难受 剧烈的疼痛让老刘两眼发黑 站立不稳 伤口很快肿起了大包 随即 他又出现了头晕目眩 高烧不退的中毒症状 住院治疗好几天 病情方才好转 老刘回忆 咬人的生物体型不大 长着数条长足 最为奇怪的是 他的背部呈现圆形 上面布满花纹 从外观上看 很像是一枚古代的铜钱 这是不是一种尚未被人类发现的奇特生物 在青城山一带 又有着怎样的生态环境呢 为了揭开这些谜团 地理中国设置组 协同相关专家 前往那里进行考察 考察组经过了一夜的蹲守 捕获了几十种昆虫 但是与上述特征完全吻合的 却没有发现 大长腿 圆形背 长得像铜钱 而且还带有毒性 队员们突然想到了一种生物 就是它 蜘蛛 据统计啊 全世界已发现的蜘蛛 大约有四万多种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蜘蛛都有毒 因为蜘蛛它没有喂叶 它们只能依靠毒液来帮助消化 不过对于人类而言 大多数蜘蛛的毒液 并不会危及人的生命 只有少数毒蜘蛛 你比如说巴西的漫游蜘蛛 澳大利亚的黑寡妇等等 它们的毒液对人类才是致命的 前一段时间呢 奢侈祖在广西的福隋县考察的时候 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蜘蛛 这些蜘蛛诡异的外貌啊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福隋县南部四方岭的腹地 有一个万珠港 那里生活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蜘蛛 这只蜘蛛头部和腹部长度为五厘米 但腹肢的长度却是身体的三倍 它的全身遍布着特殊的红黄黑色花纹 这种蜘蛛学名叫磅落心腹蛛 由于其腹部的花纹酷似人面 民间俗称鬼脸蜘蛛 这只手长大的蜘蛛 由于它腹部长有类似虎皮的花纹 而且生性凶猛 因此又称虎蚊捕鸟蛛 这种蜘蛛能够分泌强劲的神经毒素 一旦被它咬伤 就会出现神经紊乱等症状 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 那么青城山中会咬人的铜钱 会不会也是一种有毒的蜘蛛呢 要在茫茫的青城山中寻找库似铜钱的蜘蛛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才能准确迅速地捉住它们呢 古人呢 在捕捉地面活动的动物的时候 有很多的办法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 可以给它挖一个陷阱 挖好了之后 人躲起来 你看 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了 可是如果要捕捉的是小小的爬虫 又该怎么办呢 有经验的昆虫学家说了 说同样可以给它们挖个陷阱 在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带领下 考察组上山寻找那种疑似铜钱的省物 在山路旁一处岩石出路较为集中的区域 赵丽拿出了专业的长土工具 过了没几分钟 队员们就在山坡的土地上 挖出了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洞 深度差不多了 可以埋罐了 咱们这种埋罐方式呢 就像猎人捕捉大型动物一样 也就是制造一个虫子 认为是安全的 实际上是充满危险的机关 把它困在里边 赵丽告诉队员 这是研究人员在野外诱捕昆虫时 使用的一种特殊方法 叫做八式罐诱法 也就是将事先准备好的幼补罐 埋在坑洞当中 布下一个陷阱 一旦有在地面活动的昆虫 经过此地 钻入罐中 就能够将它们捕获 放下去以后呢 咱们要把周围用土填平 让周围的土 高度和这个棍的边缘一致 这样才能够方便虫子进来 否则的话 给它造一个坑的话 它是上不来的 专家告诉我们 优捕昆虫 买好罐子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伪装 这就好比猎人在狩猎时 布下的陷阱 要让经过的猎物 毫无察觉 腐烂伐酵的水果 臭肉 这些都是 这种味道呢 就会让虫子觉得 哇 开宴会了 咱们来曝约吧 经过一阵忙碌 在赵丽的巧妙设计之下 一个诱捕昆虫的陷阱 终于布置完成 由于青城山海拔较高 地形复杂 植被种类异常丰富 这也使得昆虫种群 分布较为分散 因此要想捕捉到那种铜钱状 有毒生物 考察组还需要布下 更多的陷阱 你看前边有个水塘 咱们可以在那去买个罐 看一看那会有什么东西 随后 在专家的带领下 考察队员在密林之中 又陆续埋下了十几个诱补罐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队员们开始了静静地等待 在交集等待了24小时之后 队员们迫不及待地取出了 埋在地下的幼补罐 在专家的指导下 队员们仔细记录着这些大小不一 色彩不同 外形各异的昆虫 各种各样的虫子 有棕色金龟子 另外还有各种马鹿 各种蜘蛛 这样的考察结果 让队员们十分惊讶 青城山果然是一个昆虫的王国 那么这当中是否有考察组 要寻找的那种奇特生物呢 大家看啊 这是考察组在山里找到的几种动物 那么它们当中 有没有袭击村民的凶手呢 咱们一个一个看 你看啊 这个 它叫布甲 这种昆虫啊 多在地表活动 行动敏捷 有的呢 还会在土中挖掘隧道 大多数的布甲 都以捕食小虫为生 应该算是食肉动物吧 但是布甲它没有毒性啊 因此它肯定不是袭击村民的凶手 还有这个 这是蝎子 你看 这么大的蝎子 确切地说 这是羽鳞蝎 它长着大大的钳子 身体带有毒性 不过 它不是圆形的呀 也不像铜钳 所以综合来看啊 它们都不是袭击村民的那种动物 哎呀 你说 袭击村民的这个真凶 它究竟藏在哪呢 考察组通过对各处陷阱进行回收 又接连发现了中国胡甲 金龟子等数十种昆虫 但是它们都不是袭击村民的那种昆虫 无奈之下 专家决定 进入青城山海拔更高的地方展开探索 在林中穿行 队员们发现 越往山上走 植被就越繁茂 空气中的湿度也越大 咱们走石头上吧 搜寻了一个多小时后 队员终于有了发现 你们来看一下 这块地方好奇怪哦 原来专家在山坡的杂草丛中 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孔洞 专家表示 这很可能是一个洞漆形生物的巢穴 洞漆形生物 俗称洞穴生物 由于地球上很多洞穴阴暗潮湿 狭窄优身 人类很难探索 因此人们对于很多动漆形生物的了解 并不充分 生物学中呢 甚至还专门批出了一个门类 叫动漆生物学 不少蚂蚁就属于动漆生物 您看啊 这是蚂蚁的巢穴 地面上小小的一个洞 可是里面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王国 专家指出啊 说很多的蚂蚁身上都有毒性 被这些蚂蚁咬到的人 的确会出现中毒的症状 不久之前 在澳大利亚 有人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 患者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身体肿胀 心跳加速 头晕胸闷 呼吸困难等症状 严重的甚至可能在几个小时内 濒临死亡 我听到我的心蓬蓬直跳 而且跳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 从事物模糊变成了根本看不见东西 经过科学家的调查与研究 谜底终于揭开 原来它们是被一种叫皮罗苏拉斗牛犬蚁的蚂蚁叮咬后 导致的过敏性中毒反应 可见昆虫体型虽小 却杀伤力惊人 那么隐藏在青城山这个小洞中的神秘物种 又会是什么呢 对这个小洞仔细观察之后 专家表示说 它比蚂蚁洞要大得多 那就是说这不是蚂蚁洞啊 那它又会是什么生物的巢穴呢 而且洞主人现在在不在洞里 这样我先进去看一看 这洞中是盘根错节呀 哎呀这对于昆虫来说 这个空间可就不算小了 可是这巢穴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恐怕这还得请考察组来此探寻一番 咱们把它掀开看一看 咱们把这个盖子慢慢掀开 小心点小心万一有东西穿出来咋办 小心点 你看这个盖子其实是用蜘蛛丝接成的 它表面很多周围的腐质土 这个好深 看不见里面 这个洞很深 大概根本看不清里面 咱们用设备看看吧 对对对 专家说最为稳妥的方式 就是用专业摄像头来进行探查 这就好比给土洞做卫镜 随着内窥镜的不断深入 旅园们有了惊喜的发现 还有这个 这啥玩意儿啊 你看好像一个印章 你看好多放射状的条纹 在中间好像还有古文一样的 好像一个钱 上面还有这种绒毛你看 对对对 周围一圈全是绒毛 通过电脑屏幕传回的图像 对员们清楚地看到 孔洞中隐藏着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 从外形上来看 它与村民所说的会咬人的铜钱 十分相似 为了一睹洞主人的真容 专家决定将它从洞穴中取出来 慢慢地 慢慢地 几经尝试 队员发现 这种生物停留在洞穴底部 很难捕捉 专家决定将四周的泥土挖开 将它取出 出来了 出来了 不过咱们还得把它整个挖出来 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将洞穴挖开 原来洞内栖息的竟然是一个罕见而陌生的奇特生物 这腿 开始动了 开始动了 我要跑一跑 拿个盒子 为了确认这种生物的生态学特性 专家将它带回实验室 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好好好 轻轻地 好好好 回到博物馆后 赵丽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的研究资料 最终确认 这种生物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动轻型蜘蛛 李氏盘腹珠 您来看啊 在这个盒子里面的 这就是李氏盘腹珠 我把它拿出来 您看 您看啊 它的肚子 像是被横刀切断了一般 所以 它也有一个俗名叫杰腹珠 因为 它有着圆圆的背部 背后的花纹呢 好像一枚印章 你看 像不像印章 因此它还有一个外号 叫什么呢 叫 朱元璋 李氏盘腹珠 一般是在土地上 或者田梗当中 挖洞而居 而被袭击的村民老刘不是说了吗 他发现手臂被遮的时候 用力这么一甩手 袭击者竟然顿地而逃 这个特征也和现场的情况十分吻合 难道所谓会咬人的铜钱 就是 他吗 哦 他想 他被我记录了 你看他的毒牙完全地露出来了 专家发现 这种李氏盘腹珠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多次试图攻击专家手中的镊子 失败后 这只蜘蛛突然掉转了身子 将背部朝向了外面 他现在觉得它打不过了 马上掉过头来 把屁股向外 开始做防御性的动作 专家解释说 这种蜘蛛背部的独特结构 有一种特殊的自我防卫机制 仿若钱币一般的外形和花纹 是为了恐吓天敌 也便于隐蔽 难怪村民在被攻击后 会误认为是一种类似铜钱的不明物体 您看啊 这就是李氏盘腹珠 它体型不大 几条长腿 牙齿锋利 圆形的背部 类似铜钱 而且还带有毒性 考察组啊 据此基本可以断定 这种李氏盘腹珠 应该就是袭击村民的凶手 可是这种蜘蛛 生活在热带雨林 等温度较高的环境中 但是都江燕地区呢 它属于亚热带气候 这里的温度对它而言 会不会太冷了呢 经过考察专家发现 李氏盘腹珠之所以能在此地生存 与青城山特殊的小气候 密切相关 青城山地处横断山脉的东北部 在冬季 北方南下的冷空气 受到横断山的阻隔 逐级递减 使得这里即便是在冬季 也很难出现冻土层 在寒冷的冬季 李氏盘腹珠会冬眠在地下 二三十厘米深的洞穴中 而那里的温度可以恒定保持在 15摄氏度以上 专家指出 这次发现的李氏盘腹珠 在中国境内十分罕见 这不仅是四川地区第二次 有记载的发现这种新有的蜘蛛 同时也是该物中在全球范围内 最北的分布记录 青城山特殊的地形地貌 充沛的降雨 复杂的土壤结构 原始完整的亚热带森林 造就了都江燕丰富的冻植物资源 并最终使得这一地区 成为我国冻植物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 生物多样性里包含了动物植物 以及微生物的多样性 大家看啊 这是不久前在青城山地区 发现的羊肠壁金龟 它是我国最大的甲虫种类 羊肠壁金龟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 在过去啊 它只生活在深山密林 远离城镇的地方 但是这次 它在距离大城市 不过五十千米的范围内被发现 这在全世界都数首次 专家表示啊 青城山乃至周边都江燕地区的 动植物种类繁多 这些动植物与当地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相互依存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复合体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都江燕水利工程相得一张 天地人三者在这里完美融合 更古绵延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残層 打疑 打疑 打 colle 嗯 自己 诶